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 当一个人开始冷落你 我一直觉得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没有真正的拥合 很多你以为可以长久走下去的感情 说不定就在一瞬间毁灭 人还是要习惯一个人的离开 因为孤独是人生常态 问你三个问题 你的紧急联系人是谁 你能说出几个人的号码 你继续用钱谁可以帮你 或许 无序反复思考 你已经有了答案 成年人的感情 经不及时代 听有酒方跟我分享过一件事 加班到凌晨两点的他 叫了一辆滴滴回家 车行使了二十分钟 他才意识到威胁 他想找一个人 分享一下自己的时事位置 找了好久 不知道找谁 在他顺利到家之后 他想设置一个紧急联系人 他翻遍了手机通讯录 不知道学谁 他甚至想写110 很多人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搬家找不到人来帮忙 只能独自跑上跑下 夜晚孤独难受的时候 也不知道找谁倾诉 天冷了想吃一顿火锅 却不知道找谁陪伴 身体不舒服去了医院 手机没有紧急联系人 通讯录里上千人 真有事的时候 只能对着好友列表发呆 不知道找谁 也不敢随便找谁 因为 不重要的人 没有资格替你分担 可是重要的人 又不敢轻易试探 在微博看过一个街头采访视频 采访者采访了一个路人小哥 你能找你最好的朋友借到钱吗 小哥说 肯定没问题啊 于是 采访者让小哥打电话测试一下朋友 电话接通后 嘘寒问暖了一番 小哥说 我现在遇到点事情 能不能先借五千块给我 过两天就还给你 对方说 真不好意思 我最近手头有点紧 小哥说 没事 要不你先借我五百 电话那头迟疑了一下 又拒绝了 挂到电话后 小哥眼里的光消失了 只剩下失望 你瞧 世上的事情都经不起推敲 一推敲 哪一件都藏着委屈 想起四水年华里写的那句诗歌 当华美的叶片落尽 生命的脉络才粒粒可见 是不是我们的感情 也要到双染青丝 时光逝去时 才会像北方冬天的枝干一样 清晰 勇敢 坚强 年年岁岁花相似 岁岁年年人不同 成年人的关系 就是心照不宣的远离 成年人的世界 沉默代表着结束 之后有个话题 成年人表达失望的方式是什么 高赞的回答是 越来越沉默 越来越不想说 深意为然 前几天 朋友小小跟好友出去聚餐后 回来一脸的沮丧 问及原因 她无奈说 太尴尬 没意思 我是去吃饭的 不是听他们炫富的 我是去维持友情的 不是去阿谀奉承的 我是去敞开心扉聊天的 不是去陪他们玩手机的 你个个都在敷衍 成年人的感情太脆弱了 的确 成年人的感情 能交心得越来越少 真心换真心 换不来就会死心 一段感情最怕的不是背叛 而是一个人的热情 得不到另一个人的回忆 最后只剩下失望 就像作家赵浩尘说的那般 当他不在乎你 你故意出现在他身边 是没有用的 你送他的糖不是甜的 你个三叉五发的 你在干什么 在他眼里 跟说了短信的性质是一样的 他是你的生活必板 而你是他的家一秉定 没有谁愿意当一个 呼之急来挥之急去的人 没有谁想成为 那个有事就联系 没事就被晾在一边的人 人心不是哪里践踏的 若真心一路被冷落 终将也会后悔无期 当一个人慢慢开始敷衍你 冷落你 远离你的时候 说明已经有人正在代替你了 有人问我 你怎么变得越来越沉默 我回答 有时候不是不想说话 而是怕说出来的话 变成了打扰 有时候安慰几句后 满屏只剩下尴尬 干脆选择不说 保持沉默 不再打扰 这样挺好的 用力维持的关系 终究是抵不过距离 抵不过时间的鸿沟 久而久之 我们便学会了自己填持伤口 不再去打扰任何人 其实 最好的关系就是 不点赞 不评论 不屏蔽 依然想念 但不再打扰 不会忘记 但不抱奢望 时间错过的感情 都无需重头来过 听有留言说 花了几个小时 经历好友 这不是冲动 只是忍了太久 生活也没有因为 删除了一个人 而变得不好 反而整个人 变得特别轻松 欢聚一堂极欢笑 热闹过后客走散 活在当下 才是最明智的处置态度 不必只一用珍惜换珍惜 最后只会剩下寒心 我会难过 会想多 会失落 但我不再说 遇见就足够了 余生大可不必 越了解 越心寒 越在乎 越受伤 一味付出的感情 注定不能长久 大喜大悲 看清自己 大起大落 认清朋友 生活中 总有些人 把好友当爹妈使唤 想让别人无条件 对自己好 看破不说破 不代表别人愚蠢 只是他还在珍惜 那份残留的感情 等失望攒够了 自然就离开了 没有回应的热情 将把感情憋回去 毕竟你永远叫不醒 一个装睡的人 就如刘彤说的那句 这世上有结果的付出 叫付出 没结果的付出 叫代价 得不到的爱不强求 得不到的人不追求 任何事情 都是一点点积攒的 浅是 热情也是 失望更是 有时候不在意了 并不是因为你不好 而是你对我的态度 让我觉得你的世界 并不缺我 就如那句话 我早上给你发消息 中午给你分享视频 你隔了很久才回我 有时甚至不回 其实我都明白 我对不喜欢的人也这样 多么想失而复得 但更害怕重蹈覆辙 世间千千万万种爱 没有一种能重头再来 高晓松说过 感谢时光与流失中的恩仇 感谢成长与回望 感谢缘分和信仰 聚三自由天助地 不愿天 不愿命 但酒善水工作者 再漫长的换句 也总有尽头 人来人往 意识人设 陪你走了一路的朋友 谢谢他们 陪你走一生的朋友 谢天谢地 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觉得文章还不错的话 欢迎把文章分享出去 您的每一次点赞和转发 都是我们进步的动力 世界很大 让我们在听书阁 一起成长 另外听书阁现在 开设了一个新栏目 听见您的声音 栏目会在每周三晚上八点 和大家分享一些 听众的情感困惑 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 发表您的看法和建议 临眼希望大家都能怀着 最大的善意发表言论 如果您想和大家 分享您的情感问题 可以发送到我们的邮箱 预设我们可以将您的来信 制作成视频 请放心 我们会对您的个人信息 进行保密 如果我们采用了您的故事 会在发布的时候回复您 您可以查看 大家的评论和建议 世界会因善良 而变得更加美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